纪录片之父杨文干日前辞世享年87岁 及编导于一生的他作品 包括了500多部纪录片还有19部电影 他的电影作品小镇春回 当年横扫金马奖四大奖项 同时拿下金马和亚太影展双料最佳影片 而且他耗时多年完成八期水灾的纪录片 是台湾第一部以新闻方式 完整呈现记录灾情的影片 他拍的纪录片几乎年年拿到金马奖 堪称是台湾纪录片教父 日前的告别室中张小燕梁修生等等得意门生 还有资深导演李行都来送大师最后一程 日在这很感谢爸爸这一生为我们家庭的付出 辛苦将我们子女三人养育成人 爸爸你放心 我们会把家里把妈妈照顾好 已经完成了人生课题 了无牵挂 曾拍过500多部纪录片 19部电影 纪录片支付杨文干活跃于60年代台湾影坛 培育出无数目前幕后的电影人才 包括张小燕梁修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而告别室上满布的置意花篮及庶民 也不难看出杨文干的影坛地位 在这边我要谢谢李行导演 他是父亲的挚爱 挚友 父亲过世以后 他为了筹划我们父亲 追思怀念影展四处奔走 还有梁修生导演 他几乎每年过年都来看完爸爸 为了今天告别室 还主动延后出国的时间 杨大人是我的启蒙的恩师 我能够在这个行业一直走到现在 没有他的开始带领我 我不会走到现在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谢他 他对我们台湾的电影 甚至于纪录片 有非常大的贡献 同辈的大师及导演李行 85岁的高龄 尽管已步履满山 仍坚持出席 同时还与国家电影中心共同筹办 9月份为期两周的追思怀念影展 李行表示在台湾还没有电视台的年代 担任台湾电影制片厂科长的杨文干 就已经开始制作新闻影片 提供戏院播放 新闻片小组是杨桥 他主任秘书 但是实际上负责就是救养王岡 所以他拍了非常多的 他简洁带着人出去跑新闻 其实他是台湾新闻片 可以说新闻片他是老 对 前辈 真是前辈 那个时候哪里有看电视呢 报纸每天看 但是一个礼拜回顾的都是他做的 在台制场期间的杨文干 参与数百部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制作 其中包括曾在1969年 拿到亚洲迎战与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讲述台湾茶叶奋斗时的龙景香 还有1988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 木骨城中 此外更耗时多年完成纪录片 八七水灾 同时电影作品也有19万之多 你还长样的 你妹妹没变吗 这是你的女儿 杨文干是第一位把台湾之美 融入剧情的导演 1967年由柯俊雄 张美瑶 张小燕主演的黎山春晓 描述的是农村建设 1969年的小镇春回 则是推动农村改革的温馨喜剧 她是我大姐 二姐她叫何志刚 在台北电视台做事 管她在哪儿做事 小镇春回一片当时不只是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 编剧 摄影与配角等四座大奖 同时也在亚太影展获得最佳影片 而1986年与李行合作担任制片的唐山过台湾 也是宏极一时 跟我最获得合作是就是 我1986年的唐山过台湾 她是负责制片 那个时候厂长是饶小明 后来她就退休了 毕生奉献给台湾影像记录与电影 杨文干87年的精彩人生已落幕 但无数的经典作已在台湾影史上亘古流明 未经典作为台湾影像记录与电影